你會從原子量求出分子量嗎 你知道1mol等於6x10的23這個意思嗎 你會分析某分子是由多少顆原子所組成的嗎 這一集全部讓你學會 每天10分鐘陪著孩子往前衝 嗨 大家好 我是劉威老師 今天我們來聊聊國理化摩爾術概念的故事 還記得原子嗎 氫原子 碳原子 氮原子 還有很多不同的原子 每一種原子的元素符號一定要備手哦 至於新朋友原子量至少 氫1 碳是12 氧是16 這三個原子量一定要記手 其他的原子量題目會給你的 別擔心 再來因為分子是由原子所組成 我們拿CO2來說明 CO2一看就可以很清楚知道 是由一個碳原子加上兩個氧原子所組成 而碳原子的原子量不就是12嗎 氧原子的原子量不就是16嗎 所以CO2的分子量應該就是1乘以12加上2乘以16等於12加32 確定就是44啦 這就是所謂的CO2的分子量等於44 這句話超重要的哦 等一下劉威老師會給你一個小小的作業 把表格中的化學式跟分子量計算過程全部把它寫完 當作練習哦 好我們再回來討論一下原子量跟分子量 原子量跟分子量都沒有單位 原子量跟分子量都是科學家所定義出來的一個比較值 所以劉威老師剛剛說的CO2分子量等於44 也沒有單位啊 但CO2等於44 有一個超級無敵霹靂重要的中文解釋 就是一木耳的CO2分子重44克 一樣的道理哦 當我們算出H2O等於18的時候 意思就是一木耳的H2O分子重18克 當我們算出夾腕CH4分子量等於16克的時候 意思就是一木耳的CH4分子重16克 這個中文翻譯超級無敵霹靂重要 多一個字少一個字都不行 如果你記熟滾瓜爛熟那種熟 魔偶數的單元你已經學會了一半了 但魔偶是什麼 魔耳就是一種個數數量的單位 我們都很熟悉 兩隻鞋子就等於一雙鞋 12瓶飲料就等於一大飲料 1000公克就等於1公斤 用白文的說法就是把一個很大的數字 顯化成一個小數字 因為原子跟分子都超級小顆 所以我們用魔耳來表示原子跟分子的數量 一木耳到底等於多少也還好啦 就是6後面有23個0而已啦 換句話說一木耳就等於6乘以10的23四方個 請特別小心喔 一木耳就是6乘以10的23四方個 你一定要把最後一個字個說出來 一直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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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會清楚 魔耳數就是一種個數的單位 回來剛剛的CO2等於44 一木耳等於6乘以10的23四方個 這兩句話合併在一起 就是6乘以10的23四方個 CO2分子重44克 這兩句話超級無敵批利重要的 99%的魔耳數困難題 都是從這兩句話所衍生的 不過沒關係 留意老師會一步一步交給你懂的 哦對了 在這個單元裡面 唯一的一個公式就是 重量等於魔耳數乘上分子量 或者重量等於魔耳數乘上原子量 留意老師在解釋所有的魔耳數立體的時候 只會用這個公式來解所有的題目 公式不太多 會活用的話一朝抵萬事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個單元中 學校的斷考題如何命題吧 某元素X的氧化物 其一個分子中有6個氧原子 分子量為220 以之氧的原子量為16 則下列敘述 何者最可能是X的原子量 因為分子量就等於原子量的總和 而且在這個題目的敘述中 一個分子還有6個氧原子 所以我們可以大膽的列示出來 220等於X加上6個氧原子 帶入氧原子的原子量等於16 所以可以得到220等於X加上6乘以16 就算出來X等於124 馬上來看一下ABC數是這個選項 耶 怎麼辦沒有124這個選項 不用緊張 題目敘述中有跟你明講說有幾個X嗎 如果不是一個X那就是兩個X 如果不是兩個X就是三個X 也就是說124一定就是X的倍數 換句話說X就是124的因數 我們用最簡單的處法 把124分別除以ABC數4個選項 哪一個是整數的就是答案 所以本題答案就選B 下一題 下列有關兩摩耳的SO2的敘述 何則正確 這個題目算是一個有挑戰性的題目 你要分析出每一個選項 每種原子的個數或者是摩耳數 不過別擔心 專心看劉威老師一次交給你懂 首先我們來分析一下題目 現在我們有兩摩耳的SO2 換句話說就是有兩摩耳的劉S原子 一樣的概念 利用大二乘上小二的概念 馬上就可以得到有四摩耳的養原子 分析完畢 回頭來看一下選項 A選項 含有流原子數6乘以10的23次分 個 流原子數就是兩摩耳 相當於2乘上6乘以10的23次分 個 會等於1.2乘以10的24次分個 所以A選項先拜拜 B選項 含有 氧原子數1.2乘以10的24次分個 剛剛已經分析過了 在兩摩耳的SO2分子中有4摩耳的養原子 所以養原子數就是4摩耳相當於4乘以6乘以10的23次分 等於2.4乘以10的24次分個 B選項 B選項也拜拜 C選項含有SO2分子數2.4乘以10的24次分個 SO2分子就是題目一開始講的兩摩耳的SO2嗎 所以SO2分子數等於2摩耳相當於2乘以6乘以10的23次分個 等於1.2乘以10的24次分個 到現在為止ABC三個選項都已經白白在聯絡啦 所以本題答案就選出 來看一下為什麼答案選出呢 總原子數就等於流原子的總數加上氧原子的總數 那不就是A選項加上B選項的總和嗎 所以相加之後就等於3.6乘以10的24次分個 本題結束啦 到現在為止我們學習到又從原子量求出分子量 也已經學到1摩耳就等於6乘以10的23次分個 摩耳數就是個數的單位 也已經學到難題 分析某分子中含有多少種原子 不管是摩耳數還是個數 我們都可以慢慢的計算出來 概念摩耳數這個單元是整個化學劑量的濫傷 請你務必要反覆的熟練再熟練 劉威老師在影片中一直強調重點 絕對就是這個單元中的必要重點哦 加油 最後趕快訂閱劉威老師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以及分享 劉威老師會在每次上課的時候用最簡單的方式 把理解的概念傳送給你 這樣子你就可以在最短時間之內拿到最高的分數了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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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觀念 做得了 你 有